光博这边的话公布了新赛季的牌位珍宝奖励 首先的话金锅是守墓园的 外观看上去的话像是一个火炬优或是奖杯的造型 感觉和此前黄衣之主那款紫锅有些相似 至于特效方面的话应该和这个熊熊烈焰有关 但是由于守墓园技能毕竟比较单一 所以能改的东西并不多 参考此前紫锅改变地道的特效 这款关键的话最多可能会在盾地或者是出土的瞬间添加特效 然后下一款的话是噩梦的首款紫锅 这个干笔的设计看上去蛮新奇的 感觉也挺适合做小说家的紫锅的 至于特效方面应该是和乌鸦以及传送时有关 配列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特效 当然也不排除改变暴人动作的可能性 最后的话是小说家的首款紫锅 可以看到上面有着许多去拉字母的方块 在其两端呢还可有谬思的图案 到时候的话应该会改变稀疏叶的效果 另外在控制队友和监管者时 身上轮廓应该也会改变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